我们现在就是沿着三号公路 就是原来老的沿海的这一条公路 其实现在就是等于是省极公路吧 应该是这样说 看看旁边的这个小镇上面 有没有一些这种集市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在路边上 看见很多帐篷砸在这里 而且现在是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多钟了 所以说陆陆续续有些摊主呢 都已经在收摊了 我们看到这个路边游 我们就随手一趴车 现在就停在这个路旁边 我们准备下去逛一逛这个集市 大家看我们买了个什么 应该说请到一个这个福萨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福 但这个是绝对不是迷赖福 这不知道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是有点像印度的 不知道 大家也来点评点评 我们就是来这些摊主上面 掏这些旧的工具 旧的这些东西 福都这边 多少钱 15块 15块 还有这些东西你看 这个这个台钱我一直想了很久 今天就在这里买了 50块钱 路边的集市就是这样 它一般情况下是星期天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里面卖东西的 这些东西的都是 几乎说都是老人 然后呢 东西呢都不是什么古董 就是这些旧的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工具啊 卖工具的特别多 这个集市上面 我就买了这个台钱 这个台钱是我一直想要的 但是在新店里面尺寸更小一点呢 反而要100多块钱 所以说我在这边花很少的价钱 它家两个一起 60块钱就卖给我了 特别特别的开心 在夏天出去玩 我们的标配就是这样 然后有一个冰桶 然后这里面有冰块 都放了冰块在里面 呃 带鱼杆 带西瓜出来 带点点心瓜出来吃 然后就随便 在乡村这边去挂 哇 大的 A型房车 两步 你看 这个是从美国来的呀 是不是 对吧 不是我们的车牌 是 是蓝颜色的 不知道是哪里的 不是 不是我们的 也不是他们的 都是车牌的 小心点 让我上来 这边就是这点快乐 都在里了 都在里了 沿着三号路往前走不远 几公里吧 又有一另外一个就是 乡村的这种集市 这种集市就比较大了 它是收费的 然后呢 也不是说每一个周末都有的 就是应该是说整个夏天 它可能有四到五次吧 呃 就这种集市 呃 去 几乎说可能就是每两三周就就一次吧 我们今天还是来晚了一些 呃 现在就是大部分的汤位都已经撤走了 只剩下003上两三个汤位在这边 他们其实 他们也是一种就是汤主之间的一种聚会吧 他们大部分呢 你看大家留下来的都是在这里聊天啊 现在呢还是陆陆续续呢 有一些人过来买东西 现在卖的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旧东西 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做手工的 比如我们在2016年就是那次在美国混穿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住Airbnb的也有一个女孩子呢 他就把他的租的房子就分住了一间给我们住 因为我们在他们家住了有将近一周吧 呃 所以说也见他周日去卖他自己手工做的香皂啊 呃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蜡烛 他也是摆在当地的一个小的一个集市上面去卖 就跟大家现在看到镜头的远方呢 其实也有就是当地能做着的这种手工的这种仓布 这种乡村你喜欢吗 他就这样用颜色 这是一种很老的房子 但是他就用外墙的这些油漆 把它重新粉刷了一遍 你查在这里建上这个铜像 会建上啥呀 只要觉得这个不特别好看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没啥事 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